嘿嘿嘿嘿嘿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孙少奇 最近有粉丝小伙伴想看少奇播第五人格的卡片 但不是之前播的那种普通的第五人格卡片 他想看第五人格的推演包 买来了 拆它 一包卡册 五包卡 竟然还送了一张卡 给大家离境看一下 底子黑色的 黑底 然后黄金色的人物 盛宴伯爵 黄金色的第五人格还是第一次见 这个应该蛮稀有的吧 专门送了一张 牛 卡包里面还有一张罕见卡 推荐收纳卡牌列表 我去 这上面应该都是好卡 我之前知道的小丑黄 还有迷境卡是比较稀有的 看看这个比较贵的推演包里面能抽到什么好卡 能不能抽到小丑黄 第一包 罕见 普通 普通 罕见 普通 普通 西式杰克 斜眼记组 这个卡 很好看 上面有磨砂的纹理 而且很炫彩 应该是个好卡 牛 最后一张卡是幻象卡 这样可以变形的 看看 左 右 左 右 左 右 这一张卡应该也蛮牛的 厉害 第二包 罕见 普通 普通 罕见 普通 普通 西式 红蝶 红蝶花架 感觉这个卡的质量更好一点 下面这个处理的手感特别好 还是一个女孩子 牛 哇 最后一张 幻象小丑黄 说小丑黄真有小丑黄啊 这是不是很值钱的一张卡 不光是小丑黄还是幻象的 左 右 左 右 看一下少奇抽卡的运气还是蛮好的 再来一包 我其实不懂卡 猜这个卡片纯粹是粉丝喜欢 里面哪一张卡好 哪一张卡不好 我分的不是特别清楚 大家可以看一下哪一张卡最好 在评论下面给少奇留言一下 拜托 普通 罕见 普通 独特 随从财之柱 这种蓝色的卡 竟然除了罕见 还有独特 第一次见 牛 不知道是不是好卡 放一边 罕见 普通 普通 幻象先知 这个卡面有点像塑料 是一个3D卡 奇珍 争气少年 哇 推眼包到底是推眼包 比之前买的普通的第五人格要好很多 现在猜的每一包都有两张好卡 牛 再来一包 罕见 普通 普通 罕见 普通 普通 幻象 海盗 船匠 哇 这个也是表皮磨砂的 应该也是个好东西 牛 最后一张也是好的 迷径游乐场 它外面贴的这层材质就像那种塑料卡一样 颜色闪闪发光 各个角度都很炫彩 最后一包 看看还能不能再开一个小丑皇 红蝶 白孔雀 正常 恐怖 正常 恐怖 正常 牛 普通 罕见 普通 普通 罕见 普通 最后一个奇珍 魔术师光学镜面 这个底是银色的很有档次 哇 怪不得粉丝小伙伴想让少奇卖推眼包 确实我现在买的推眼包 每一包最少有两张好卡 让大家看看哪一张最值钱 帮我评论一下 幻象白孔雀 西式花架 西式显眼记组 迷惊游乐场 咒 奇珍 争气少年 独特 柴之柱 幻象 仙姿 奇珍 光学镜面 幻象 小丑皇 幻象 月象 幻象 海盗 船将 这么多好卡哪一张最值钱呢 在评论区给少奇讲一下 你有没有玩过第五人格的推眼包呢 如果玩过的评论一 没有玩过的评论二 顺便帮少奇的视频点个赞 我们评论区见 拜拜